这些诸子百家的这些文化的这个不增山上 我们这个不渡里面能不能开出一些关于 比如说在那个墨子里面能不能开出一些民主的一些思想 以及在那个那个那个道家里面 一些很自由的那种思想的一种因素或者说萌芽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刚才我也听到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些文化当中不存在一些西方的一些普世下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如此的重塑中国的古典的文化 或者说一些所谓的国学日还有什么意义 还是这样的我谢谢你的提问 我也是希望这样一种能够进行思想交流的提问 而不是八卦问题 我要回答他的问题 怎么了 我回答他的问题 他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你可以去看一下南方周末 他记得陈一鸣对我的一个采访 我一边就谈到了 我说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的有些东西是挖不到的 一般说民主的思想其实是没有的 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主 民主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人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多人理解的民主就是让人说话 或者是做决策的时候大家可以提意见 以至于现在就和很多地方政府发生冲突 地方政府就是我们不能这样搞 我要不你们大家都提意见 七嘴八舌的话我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他会有这个问题 这不是民主 民主的根本是政权民寿 是人民授权政府 而政府在管理的时候是用不着那么征求意见的 因为很简单你一旦做错了以后我罢免你 这就不知道我相信这个因为我们浙江这个地方企业家应该比较多 企业管理这个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 总经理不能说我买一票进来卖一票出去 我都开董事会吧 他就得靠自己判断啊 对不对 那我如果我做赔了以后 我得辞职 董事会可以问责啊 他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我们的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就是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 你去做 但是你做坏了以后我要问责 我要罢免你 如果你贪腐我要弹劾 这才是个正常的东西 这才是民主的根本 这种东西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哪里有呢 政权民兽的思想我们哪里有呢